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 集邮团队表扬 全国共有52站获奖 高雄市有三站文化健康站获得表扬 文件站除了营造温馨氛围 让长者有归属感 也透过老幼共学推展族群文化 对长者的健康照护也更加精致化 很高兴这一次在我们文件站的评鉴上 我们高雄29站就有三站 获得了优等的一个成绩 其实我们这三个文件站在今年度 就争取了将近900万的千瞻经费 做这个站内的空间的一个改善 还有设备的一些增设 那另外我们也有增加非常多的辅导课程 针对文件站的负责人 照服员还有备餐人员 无论是在做这个营养的评估 还有老幼共学的课程的设计上 我们都让文件站都更加的精致 那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高雄在前阵区的故事馆 我们也争取到了都会区的第一个 原住民长者的日照中心 那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让我们都会区的长者 在医疗照护上能够更加的完善 高雄市获得GEO的三站 是纳鲁湾文件站 米湖米桑文件站 以及钢山多元文件站 透过照服员的用心 让长者保持心情愉悦 减少繁忧 在这里面呢 纳鲁湾文件站 它为什么可以得到GEO的团队 其实是来自于所有的团队 无论是我们的小港医院 还有我们高雄市圆明会 还有我们自己的文件站里面的 照服员跟老年人 对于文件站的一个认同 是非常非常的大 再再的说明了一件事情 在长照2.0的推动里面 原住民族里面独立的拉出来 这样的一个文件站的 做一个服务 以文化敏感度的这个部分里面 融入到生活当中 它的确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 对于老年人的照顾 是面面俱到的 做船员6年 船长43年 这是我的一生 这样过去了 就这样了 还好有来文件站 对 而且那个老师 老师他们都很 非常的照顾我们 可以跟朋友在一起 跟这些年长的 跟我们童年的 童年有童年的 那个相处在一起 都不一样 很多故事 可以在这边聊聊天 我把这边的文件站 当作第二个家 文件站不仅提供 长者所需的长照服务 同时也是保存 足以传承文化的重要平台 长者是语言与文化传承的保护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